澳門每天都有好多人 拖著行李箱來來往往 坐巴士出出入入 不過以後這些場面可能會減少 左邊行李箱, 右邊行李箱 未必行 應該行的 讀過才知道行不行 行, 這個就… 你是劫中之神, 簡稱劫神 他可以把安全又瀟灑的輸送爛誘為家裡頭 到底為何有些行, 有些不行呢? 事關交通事務局宣布 5月20日開始 上車物品的長, 闊高商家 尺寸總和不可以超過170cm 或者任何一邊的長度不可以超過130cm 超過了一件行李就不可以上巴士了 輪椅, 嬰兒車, 樂器就有豁免 交通局指 相關規定就為了保障乘客和行車安全 市民又怎樣看呢? 合理的, 合理的, 合理的 電力這麼大, 在大陸帶回來 當然不可以了 我覺得應該限制某些巴士 行李箱有時很大, 我們不能上去 旅客又有什麼反應呢? 遲些真的不可以大陸賺錢 你會有什麼方法 會不會轉陸其他交通局 或者… 到時候我就把東西寄存吧 有巴士司機接受訪問 亦都表示繁忙時間 乘客拿著大型行李上落 阻礙到其他乘客之餘 又容易發生意外 我們更加即場為旅客量行李 看看過不過關 兩款行李箱 一款三款 一款還 Kolleginnen 五款 一款 一款 五款 五款 三款 一款 五款 普遍行李箱都符合標準 大家其實不用太擔心 不過如果有乘客真的不守規矩 司機可以做些甚麼? 交通局有這樣的回應 當然在這個狀況裏 其實作為司機可以禁止乘客上車 但你說具體的其他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初步行李箱 暫時大家應該都不會因為拿著大型行李 而被人禁上車 不過既然指引已出 大家就不妨自律 為己為人 有大型行李 就選擇其他交通工具